欢迎来到NTL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郑叶诚代播剧晒庆生海报,一步比一步有爆款前置 8月26日饰演员郑叶诚的29岁生日,代播剧纷纷发布庆生海报 年纪轻轻的郑叶诚不仅手握四部代播剧,而且一步比一步有爆款前置 初时郑叶诚是微微一笑,很清诚里的美人师兄好眉 但是真正喜欢上他演技的是古装剧《离人心上理》 冷酷无情却又帅气迷人的薛耀,后面又看了他主演的古装剧《三千压杀》 太喜欢那颗幽默风趣却又专情的灯心腹九云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估计很多人已经入了坑吧 但是郑叶诚却属于那种出道多年却一直不温不火的男演员 2022年凭借古装剧《祝清好离冷酷禁欲》的锦衣 为沈宴一脚翻红成功,人气爆棚,圈粉无数 不得不说,郑叶诚的古装剧扮相俊朗,打戏行云流水,很是受观众喜爱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郑叶诚这颗金子也会随着资源的上升,开始发光了 一念永恒 这部古装搞笑武侠剧《沙青》已经一年多了 是由谭友业指导,郑叶诚,孙怡,刘海宽,郑秋红等主演 如果说《祝清好》是一部甜宠剧的话,那这部《一念永恒》就是轻松搞笑的下饭剧了 清一色的青年演员阵容,青春活力,演喜剧肯定很搞笑,可以期待一下的 《邪恶催眠师之补梦人》以娘应和时代手握四部带播剧,不仅每一部的题材不一样 而且搭戏的演员阵容也越来越强大了 跟一众老戏古大咖同台标系,一步比一步有爆款前置 这无疑是对郑叶诚演技的挑战 当然对于郑叶诚的演技,无论是颤抖吧,阿布还是三千压杀意或者是《祝清好》 绝对是经验倒霉的挑了,大成子,该火了 请在评论区留言 并且不要忘记给编辑点赞和订阅,谢谢